十五名大律师,二十名事务律师,二十七名法律行政人员,三十八名退休警务人员,在一张红色围底的海报上,形目地印着这行数字。 海报镇中央,一只熊猫身披红色斗篷,宛如江湖侠客。熊猫上有八个大字,守卫法律,维护公益。 近日,由近百位香港法律相关人士组成的香港熊猫大壮律师团横空出世。 召集人萧正然称,汇聚起这帮人仅仅用了五天的时间,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加。 萧正然,土生土长的香港律师,从事律师工作逾十年。 六月至今,他看着香港激进示威者的暴力行为不断升级, 看着多位爱国爱港人士因勇敢发声而被私了, 看着内地学子满怀期待而来,却深陷惶恐中。 一个声音在他的脑海中越来越清晰。 其实支持暴徒那边,已经是很多律师, 很多钱捐出去,给他们做完坏事, 拉了之后,都有一些这样的法律援助,反而我们这边没有。 所以我这段时间心里很不舒服, 就激发起我这个有个冲动,去立即要有一个团队出来。 中间只是短短五天时间,我们的组织已经非常之, 应该叫做有架构有系统,还有很有方向。 肖正然所说的法律援助,是指第一时间的法律咨询。 他称,在香港,疑犯被抓进警局后, 及时有效的初期法律咨询,重要且必要。 但费用高昂,往往需要八千至一万港元不等。 他希望有内地学生因自卫被抓, 或者有爱国爱港人士被私了时, 能第一时间帮助他们维护自己的权利, 并通过免费的初期咨询,减轻他们的负担。 是第一手,是急救。 一被人拘捕,或者当你意识到有机会被暴徒围住的时候, 你打点给我们,我们教你怎样去答法律上保障自己。 第二,你记不记得香港都有一帮外国爱港人士被人私了, 被人打,甚至乎有警察被人战警戒颈。 我们是可以在民事索尝道,可以帮他追索。 红猫大状是一个很代表在香港, 爱国爱港的法律人一个象征意义。 我们希望做到的效果是什么呢? 就是一有问题就找红猫大状。 今年34岁的肖振然,正处在事业的上升期, 有令人羡慕的高薪工作和妻儿在侧的美满生活。 挺身而出,或会打破其原本平静安稳的生活。 但家人的支持,让他坚定了自己的脚步。 其实我发起这个活动之后,有很多家人支持。 他们都明白,有些事情不要因为有风险, 就不要去做。 就是,爸爸很害怕,很害怕我们被人起底, 很害怕我们因为做了这件事, 影响了我十几年辛苦建立的, 政府建立的法律。 但是这个事实是不可以的, 但是这个香港是不可以的, 我们不做没人做。 肖振然做过律师、检控、仲裁员及调解员, 深入参与到香港的司法中。 他至今仍对香港的司法制度很有信心。 他解释道,律政司对疑犯进行检控时, 需有足够充足的证据, 且认定其有重犯风险、潜逃风险或可能骚扰证人, 否则疑犯确实有资格申请并获准保释。 疑犯偏偏被保释, 正是因为控辩双方的律师、法官、警察都很尊重这个法制, 希望市民能对香港司法充实信心。 我作为很深入地在参与这个法治体系里面, 我很深信现在的法治体系仍然很健全。 唯一一个比较害怕的位置就是, 法治其中一个重要的一环是公众对于法治的信心, 这个在动摇着。 我们这边爱国爱港的市民, 他们不是好像我们那样接受法律的教育, 他们很害怕黄法官, 为何拉元又放,拉元又保释, 他们不明白正正因为我们是很尊重的法治体系, 才有这样的结果。 这个一定要我们法治教育要做得很好, 让他们重建信心, 让他们维持信心, 我们才能做到。 采访的时候, 肖正然的手机时不时地便传来信息, 现在的他从原先的朝九晚五两点一线, 变成时刻在线,以律所为家。 他希望香港的年轻一代, 能恢复理智,停止暴力, 增强对祖国的了解和认同, 也希望香港能重回轨道, 继续前行。 我觉得香港, 我们的家里来的, 也都是很多年轻的孩子, 发展的机会, 香港会变得好点。